你有没有发现澳洲为什么有那么多纽带动物 什么树带熊 带鼠 带熊 带狼 带鱼 带鱼可不是澳洲特产啊 很久很久以前 哺乳动物的祖先研发出三种后代 一种是继承了祖宗下旦生瓦的 比如鸭嘴兽 还有一种是用胎盘生瓦 比如我们 第三种就是用带子生瓦 而这群用带子生瓦的动物 主要生活在当时的钢瓦那古路 也就是今天澳洲 南美洲和南极洲等等几个板块 拼在一起的上古大陆 另外的大陆上 用胎盘生瓦的动物也在不断进化 没想到有一天 澳洲大陆居然和南美洲南极洲分家了 有带动物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结局 留在南极的有带动物发现 哎 这傲家伙怎么越来越冷啊 穿球裤都不好使了 我要冻死了 他们都冻死了 南美洲的有带动物一开始还挺好 但南美洲居然跑着跑着 跟北美洲连起来了 北美洲都是点什么动物 什么剑池虎啊 美洲女狮 孔狼啊 这豺狼虎报冲进南美洲 把大部分有带动物 加入了他们的豪华午餐 到今天能幸存的 只有些特别小的动物 比如只有八厘米长的南米 而澳洲飘啊飘 自己成了一个孤岛 澳洲本地的胎盘哺乳动物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有带动物这下嗨了 放飞自我搞翻眼 到今天就有了考拉 带鼠 带雕 带欢等等 一大堆傻呵呵的澳洲有带动物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